欢迎收听 报效 副科专家 在您开心的同时 不要忘记订阅 订点赞和分享 第四十五集 干垃圾你还敢骂人你 老子他妈踹死你 臭流氓 别犊子 牢色棍 各种骂人各种踹 混迹在人群之中的断浪 见大事已成 满意地拍拍自己的屁股 朝着自己的办公室溜去了 这叫啥呀 食不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啊 这半句好像有点闹大了 不太对 不太对 应该是下半句 事了服依去 深藏功与名 这回对了 想那实现李白前辈的侠客行 说的应该就是咱呢 嘿嘿嘿嘿 这边这朴景富的事件还在继续发酵 一个五六岁的小孩 穿着一双生动同靴 也参与围剿朴景富的战斗了 往朴景富的屁股上一踹 就像蛤蟆一样 呱的一声 踹一脚他呱就一声 一个干枯黑哨 眼看着行将旧木的老头子 坐在轮椅上 居然还挥舞着手里的拐杖 我打死你个败类 我打死你个垃圾 我打死你个流氓 伟大的全民K歌 伟大的全民K雍一活动 如火如荼好不热闹 而被K者朴景富 则是奄奄一息 眼看着就要有生命危险 那些个之前一起 亲兄弟一般的王俭 吴文良啊等这些老伙计们 见事不妙纷纷掉头就撩啊 没办法 别怪老兄弟们呢 这里真是太危险了 老兄弟们只能明哲保身了 给老哥哥你去汇报一下上级 已经是尽力的帮忙了 终于 在这起恶性事件 进行到第三分钟的时候 外面的两个胖保安 终于跨越了重重的包围 挥散开群众 护数了奄奄一息的朴景富 朴景富是被两个保安 给拖着去的急诊室 他已经走不了了 段浪悠哉悠哉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张敏紧张地关上了门 看着一脸无所谓的段浪 段浪 你这样搞 这不是把事儿闹大了吗 我们还不会 我们还不会被警察抓起来啊 完了完了 我的工作肯定保不住了 我就知道跟你在一起准备好事儿 段浪皱着眉 翘着二郎腿 说什么呢你 淡定淡定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他朴景富自作自受的 引起群众的义愤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继续工作 真是的 那个王俭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 张敏文言吓得浑身一哆嗦啊 你还要搞啊 段浪你疯了吧 就在这个时候 监察科的门哐的一声 就被踹开了 胸外科主任兼党组副书记赵建华 一脸的愤怒 进来就朝着段浪大喊 段浪 你给我滚出来 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 赵建华这么一喊 把个张敏吓得差点从椅子上站起来 段浪则是大咧咧的卡巴卡巴眼睛 懒洋洋的回头 二郎腿依然在翘着 谁呀 妈的 你懂不懂点文明礼吗 你进屋不知道敲个门呢 一回头见是赵建华 段浪连忙从椅子上起身 一脸的谦卑和恭敬 然后脸上带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哎呀呀呀呀 哎呀原来是赵主任呢 你哎呀真对不起啊 刚才多有冒犯 我不知道是赵主任您呢 你这可真是稀客呀 来来来 屋里坐赵主任 张敏 上场 这赵建华可谓是气了一鼻子的挥呀 进来就被骂了老妈了 但是现在这赵建华可没功夫跟段浪纠结这个问题 他气得脸色发青 段浪 给你十秒钟 马上滚到我的办公室来 说着气得光的一声就关上门 朝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但是可能是因为用力过猛了 门又不听话的打开了 哎 好的 好的好的 赵主任 你慢走啊 段浪朝离去的赵建华热情的挥手 赵建华离去 段浪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悠然的点着一根烟 把腿依然翘在了办公桌上 朝正在目瞪口呆看着自己的张敏点头 哎 嘿 妞 你看啥呢 虽然哥很帅 但是 你这现在上班时间是不是 你下班时间你可以随便看 哎 网检的资料呢 整理好没 给我拿过来 张敏卡吧 这眼睛 段浪 你还真坐得住啊 连我都是头一次见赵主任发这么大的活 再说 现在他可是党组副书记 你还不马上去 还在这撬着二郎腿抽烟 你是多大的心啊你 哎呀 搞你的吧 真是的 哥的事还能用你操心呢 大约五分钟之后 段浪是磨磨唧唧的抽完了烟 还喝了几口茶水 这才起身拍拍自己的屁股 哼着浪曲 朝着赵建华的办公室走去 我手拿流行弯月刀 刷刷 含着香亮的口号 嘿嘿 前方何人包上名 哎 又能耐你别跑 哎哎 哪儿去 当段浪哼着酸曲 进入到赵建华办公室的时候 却是被告知要去会议室 段浪低声咒骂了一句 赵建华这孙子 这不玩自己吗 会议室是在行政办公楼 距离赵建华的办公室 那距离可不近呢 赵建华这不是存心绕自己吗 不管怎么说 这去还是要去的 当段浪晃晃悠悠的 来到行政办公楼的会议室的时候 一推门 发现整个阳光医院的高层领导 全都是挤挤一挡 合起了一共十多双眼睛 正愣愣的盯着自己 会议室里 有院长珍世雄 党组书记马德路 副院长曹敏 副书记兼胸外科主任赵建华 副科主任佟海波 副主任宋利 按照这个场合的职位等级来说 宋利是最小的 他呀 本来应该轻易的没有资格 参加这种等级的会议的 但是宋利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入了党 所以这次应该是以党组会议的名义 召集的会议 还有其他的十来位各科的优秀的党组成员 和各科的主任医师 断浪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会议的档次 这会议的规模 绝对是空前的 绝对是阳光医院最高等级的会议啊 而自己这么一个小小的代理科长 却也能有幸参加 这很明显呢 这是要批刀他呀 所有的念头一闪而过 断浪用眼睛扫了一遍周遭的各位大拿 黑黑的见笑着 嘿嘿嘿 各位领导 各位前辈 各位同仁 你们好 你们好 嘿嘿嘿 我这来晚了 来晚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让各位久等了 久等了 嘿嘿嘿 不好意思 这一丝在说着这话的时候 简直就跟一条谦卑礼让的太监一样 微微的半猫着腰 嬉皮笑脸 还带着一脸讨好的笑容 热情的朝着各位大拿打着招呼 而且格外的恭敬 格外的谦逊 认识哪个人看上去 此时此刻的断浪 那绝对就是传说中的卑鄙小人 墙头草 无利不起草 唯利是图的小人形象 而其实众人的评说 也的确是如此 这一丝就是一个小人嘛 这简直就是没有争议的问题 简直就是阳光医院 几乎所有同仁的共识啊 在长条会议桌子的最下端 挨着送礼的位置 段浪笑嘻嘻的坐了上去 还不忘嬉皮笑脸的 跟各位阳光医院的大拿们打着招呼 然而却是没一个人回应段浪的热情 这丝居然他也不在意 全当没事人一般 而且这丝一坐在桌子上 就拿起面前的茶杯来 呼噜噜的吸了一口茶水 然后拿起桌子上 水果盘里的一个大苹果 康呲就是一口 就啃了一下 哎呀真甜啊 哎院长 你来一个吧 真是熊的 我不了 你吃吧 段浪自顾自的啃着苹果 所有的人像是看着一个怪物一样的 看着段浪 中国式会议就是这样 桌子上除了摆着水 可以喝之外 别的东西那就是摆着 谁会真正的吃会议桌子上 摆放的苹果呢 段浪会啊 那清脆的啃苹果的声音 在会议室里 就如同晴天里的一阵响雷 整个会议室顿时就鸦雀无声了 只有段浪喀巴喀巴的啃着苹果 和咀嚼的声音 这响彻整个的会议室啊 这丝咬完了一大半苹果 似乎才发现所有人都像是在看着怪兽一样 看着它 段浪一边嚼着苹果 一边朝桌子上一指 哎不是 你们都看着我干啥呀 那桌子上不是还有吗 这这这眼巴巴的 哎呀 终于这赵建华忍不住了 啪的一声拍了一下桌子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放肆 段浪 你要造反吗 段浪停下往嘴里送的苹果 一脸狐疑的看着赵建华 哎 赵主任 你这是从何说起啊 我段浪虽然医术不是很精 但是我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的为人民服务啊 我造什么反了 严重了 严重了你赵主任 你把水果给我放下 谁让你吃的 不知道这是党组会议吗 这段浪咔嚓咔嚓的 还是嚼着苹果 哎呀 我知道啊 但是我真是不知道 宪法里哪条写着 党组会议不许吃苹果呀 哎 你指出来 我瞅瞅 你 这时候 平素几乎不怎么露面的党组书记 马德露挥了挥手 示意赵建华坐下 然后这马德露看向段浪 脸上露出了神秘的微笑了 吃完了吗 吃完了吗 段浪同志 要是吃完了 我们就要开始开会了 马德露在阳光医院 几乎是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 平素的时候 不怎么能见到他 但是党组书记的身份在哪搁上 没事的时候 你可以觉得这个人似乎不重要 但是一旦有事了 你就知道了 这个人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因为这个人的手里 几乎操纵着人员任免调动的大权呢 段浪黑黑的笑了笑 吃完了吃完了 哎 你别说 这苹果还挺甜的 谁买的 下回还让他买啊 马德露的眼光 轻轻地在众人身上寻视了一圈 好了 段浪同志的苹果也吃完了 各位 有话就说吧 马德露先把画头从段浪身上引出来 然后说有话就说 很明显呢 他在暗中已经指明了要征讨的对象 段浪啊 这就是领导说话的艺术 目标明确 却不露声色 已经被勒令退绝二线 趁着命令还没有下来 却赖在医院里不走的吴文良 第一个冲出来 当开第一炮的人 吴文良颠了颠手里的稿子站起来 书记 院长 我吴文良在医院工作了三十来年了 虽然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是我想既然我再为一天那么说话的权利 我还是有 我还是有吧 不等珍世雄开口呢 同为一把手的马德露不时时机地接过了吴文良的话 这个是自然 只要是一天还是阳光医院的人就都有说话的权利 吴啊 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我们这次的党组会议言论自由 得到党组一把手的手肯 吴文良立刻的精神起来 清了清嗓子 各位领导 各位同仁 我呢 我就长话短说了 简单明了 今天中午的事情 我想我不必再赘述了 某人利用手中那一丢丢的小小的权利 居然弃阳光医院的利益和名誉不顾 弃老同志朴科长的人生安全与不顾 擅自做主 煽动群众 对朴景副同志进行恶劣的人身攻击 不但给朴景副同志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人身伤害 不说吧 而且严重的损害了阳光医院的名誉了 但上级 在人民当中 造成了极其恶劣 而且无法挽回的伤害和损失啊 依我看 某人的越权违规 诽谤煽动 等等一系列的恶劣行为 已经严重的超出了一个合格的医生 所可以承受的行事范围 他不配做一个医生 更不配做一个阳光医院的医生 所以我建议将此人彻职查办处理 这吴文良开了头一炮 还挺小的 上来就是彻职查办 顿时啊 所有人都是静悸无声 看着事件下一步的演化 到底如何 这时候马德陆接过吴文良的话 老吴啊 这说话不要明一半暗一半 话要说在明处 你说的某人是谁呀 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咯嘣一声 众人连忙的寻声望去 只见坐在会议桌末尾的断浪 嘴里正咬着一个新的大号苹果 正咬了一半 见众人都看着自己 这次却没有一点不好意思 咔嚓一声 将咬下的苹果吞到嘴里 嘎嘣嘎嘣的嚼着 咳咳咳咳咳 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这动静有点大 我会细嚼慢咽的 你们继续继续啊 哎呀 这苹果真是太甜了 甜得让人爱不释手啊 我再吃一个 众人是一阵无语 心道 断浪你这得是多大的心呢 啊 这个时候你还吃得下苹果呢 而且还是这里的苹果 你这不是心大呀 你压根根本就是没心呢 你这 不是 就这苹果你究竟是怎么咽得下去的 你 哎 服了又了 这马德露的脸上露出了温色 断浪这样的行径 在他讲话的时候公然的违反潜规则 这等于是明着表示 他断浪不尊敬他马德露的权威啊 马德露的眼睛眯了眯 却没有发怒 而是微笑 呵呵呵 断浪同志 苹果很好吃 我也知道 但是我能不能要求你 在开会期间 你停一下吃苹果呀 会议之后 你可以打包拿走 哦 哦 我知道了 可以啊 可以啊 叔姐 断浪笑着把咬了一大口的苹果 放回了盘子 众人怎么看那个咬了一口的苹果 怎么都觉得有点心里不舒服 这他妈算怎么回事啊 断浪这孙子 这是作死不等天亮啊 马德露见断浪放下苹果 轻蔑地扫了一眼断浪 把目光移向了吴文良 老吴啊 你继续说 嘎嘣嘣嘣嘣嘣嘣 这一次的声音更大了 众人驾轻就熟 立刻把目光再次投向断浪 只见呢 这丝的手里捏着一个已经咬碎的核桃 正在网出剥皮吃核桃仁呢 你妈的 你这又是从哪搞的核桃啊你 会议室的桌子里可是没有坚果啊 见众人的眼光再次集中到自己这儿 这丝黑黑的笑着 变戏法一样的从兜里掏出了一大把的核桃 嘿嘿嘿 昨儿市场新买的 刚下山的核桃 最近我有点神经衰弱 我不补脑子 怎么 大伙都尝尝 这可真是太过分了 赵建华蹭的一下就站起来 断浪 你是不是想死啊 你给我滚出去 那好啊 那我先走一步啊 断浪文言大喜直接就窜了起来 就朝门外走去 赵建华这时候忽然一愣 发觉他干了一件错事啊 今天就是批斗断浪的回忆 要是把他给赶走了 那还批斗谁去啊 果然呢 冲动是魔鬼啊 自己都被断浪这丝给气昏了 于是连忙道 你给我站住 断浪文言站住 猛的回头 却是没有了那张渐渐的笑脸 而是盯着赵建华 赵建华 你这张嘴到底说的是话呀 还是放的是屁呀 我是滚呢 还是站住啊 你能放个准屁不 这赵建华文言气得手指着断浪 你你你怎么说话呢你 这时候马德露一声高鹤 赵建华 你给我坐下 断浪 回到你的位置上去 对马德露 断浪马上恢复了一副 见兮兮的表情 黑黑的笑着 是是是 马书记说做 那断浪自然得做呀 我坐我坐 嘿嘿嘿 你看我坐多好 贱啊 这孙子咋这么贱呢 啊 贱得让人恨 恨得牙根痒痒 这马德露并没有理会断浪的献媚 似乎他觉得自己说话 断浪要听 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断浪从心坐下 鸭雀无声 马德露整了整面前的文件资料 忽然就蹦出了一句 我决定了 断浪 开除处理 马德露此言一出 全场震惊啊 马德露身为医院党组书记 的确有发布任免调动内部人员流通的权利 但是一般情况下 任免或者调动医院的内部人员 都是要经过党组会议的讨论 然后集体表决之后 才由马德露亲自颁布任免或者调动的命令 甚至副主任级别以上的人员调动或者任免 更是需要汇报上级卫生局 然后才由马德露或者院长 真是雄发布消息 而这次马德露呢 一反常态 会议这才刚刚开始 马德露直接做了一言堂的决定 甚至连党组会议都免了 直接就发布命令 这实在是有违常理 然而这书记就是书记啊 尽管马德露有违常规 横出此言 整个会议室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反驳 当然其中原因也是因为 大多数人也是希望断浪这个混蛋 赶紧离开阳光医院 越快越好 这些人全都保持着沉默 甚至那些个老东西闻听断浪被开除的消息 眼珠子都冒出了正亮正亮的亮光了 断浪的嘴巴动了两下 却没有说话 他可以反击 但是断浪要看看 自己的同僚们的反应 以及自己上司的反应 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时刻 也只有这个时刻才能真正看出来 敌是什么样的敌 有是什么样的有 断浪携视着目光 扫了一下一手促成这件事 同时也是自己幕后主使者的曹敏 但是断浪的心一阵微痛啊 因为曹敏居然在低着头玩着自己的手机呢 这曹敏在干嘛呀 装龙作哑吗 装傻呢 自己可是他的枪啊 他借刀杀人的刀啊 你嘛 现在小弟落难了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小弟吗 你还玩手机你装什么孙子呀 哎呀 算了算了 看来啊 自己这把枪也就这样了 利用价值到头了 断浪感觉十分的揪心呢 他真是没想到 自己居然跟这样一号人合作 战斗力真是太他妈差了 人家一个回合就给干败了 就这么怂 你妈你还竞争什么院长啊你 你去吃屎去吧你 断浪的心里把曹敏骂了个十七八遍 然后又用目光强暴了他十七八遍呢 最大的后台装龙作哑 断浪知道 自己这个小虾米恐怕再怎么争辩 那也是徒劳的 后台不给力 在阳光医院这样的地方 他断浪将随时会被碾压的 这再正常不过了 断浪不是为自己被免职而心痛 而是为摊上这样没有战斗力的 合伙人而伤悲呀 一个回合就完蛋了 真是 这罗马上阵非拉西不可 悲哀呀 悲哀呀 断浪已经准备好走人了 但是在走之前 他还想看看其他人的反应 断浪眼睛的余光扫向了铜海波 这个与自己同床共枕过的盟友 只见铜海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镇定 但是眼光却是不定的飘忽着 看着曹敏又看看院长真是熊 然后再朝断浪飘了过来 正好与断浪的目光来了个对视 两人的目光对视 铜海波并没有躲避 而是眼角一弯 给了断浪一个苦笑的微笑 然后轻轻地耸了一下肩 表示无奈 见到铜海波如此 铜浪好歹也算是释怀了 看样子铜海波这边 心还是向着自己的 奈何在这样的场合下 他一个小小的妇科主任 人为言轻 如果此时发言 除了证明他是断浪的盟友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但是如果他此时不知深浅地发言 那么以后他就会被有目的性的针对 日子会不好过的 所以对于铜海波的沉默 断浪表示理解了 明者保身 穷则独善其身 说的都是告诫 人要自保之后才能保别人 不然呢 那都是愚蠢的自我损耗 乃至是伤害 断浪的目光又扫了一眼 阳光医院真正的一把手 真是熊 这真是熊不久就要退位了 他手中的权力早就开始一点点的疏散 并且转移了 这也是马德鲁能够如此嚣张的真正原因之一 就像是皇帝已经老了 所以往往这皇子们才是朝堂之上的真正的主宰者 老皇帝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发挥发挥余热 散散余热 但是真是熊这老鬼老奸俱华 断浪几乎可以确定 这老东西大概不会为了自己发挥什么余热 大抵会顺水推舟 成就马德鲁的权威啊 会议场上没有一个人说话 但是就是这沉默的瞬间 每个人的脑袋都在飞速地旋转着 掐算着 记谋着 观望着 高兴着 喜悦着 悲伤着 愁谋着 江面波澜无惊 水下是暗潮汹涌 局势顺其可能就万变呢 这就是人间的江湖 咳咳咳咳 就在断浪心灰一冷 准备脚腔的刹那间 真是熊咳嗽了一声 这一声咳嗽如同晴天里的一个霹雳 立刻吸引住了所有人的目光了 几十道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真是熊 真是的 能在这个时候有咳嗽权利的人 恐怕也就只有院长真是熊了 难道这老皇帝他开窍了 带着无疑 断浪也把目光投向了真是熊 真是熊咳嗽了两声之后 又咳嗽了两声 断浪清晰地看到 真是熊这一咳嗽 那些老东西的眼光 立刻从欢喜变成了震惊了 就是连马德陆的目光 也从不可一世的轻蔑 变成了凶狠的仇视 反而倒是曹敏 这没心没肺的女人 居然还在低着头玩手机呢 以为别人没注意到她 丢她老母啊 断浪心里暗骂了一句 敢在这个时候咳嗽的人 那就是英雄啊 这几声咳嗽 那就是等于变相地对 马德陆的权威的质疑和挑战 纵观整个的阳光医院 除了真是熊 再没有别人可以了 马德陆凶狠的目光凝视了一会儿 低头看资料的真是熊 随即变成公式一样的慈祥笑容 怎么 真院长您有话说呀 真是熊 依然低着头 看着自己的资料 连看都没看马德陆一眼 就淡淡地说道 是想说两句 不管怎么说 我这个院长还没退呢 但是现在就有些人呐 迫不及待的 想在我的头上拉屎耍威风了 是不是啊 马书记 真是熊抬起头 眼睛片里淡漠的目光透出来 和对面的马德陆 对视在了一起 这是阳光医院两大巅峰巨头的对决 任何人都是无法掺和 两个人的目光凝视了足足有一分钟 在这一分钟里 时间似乎静止了 停滞了 所有人连呼吸似乎都不敢呼出声来 空气就跟凝固了一般 难挨的一分钟终于过去了 马德陆率先打破了僵局 朝真是熊呵呵的笑着 呵呵呵呵 真院长 对不住啊 断浪的事情呢 我之前的确没有跟你打过招呼 但是断浪这个人 在阳光医院的确闹得太凶了 已经不是一个几个同志反应 断浪这个同志的确有问题啊 而且不但有问题 还是大问题 所以在多位同事的一级请愿下 为了阳光医院的名誉和荣耀 我擅自做了主张 开除这个同志 最后的一级请愿下 最后的一级请愿下 再闭浪的事情呢 感谢观看